欢迎收看金灵听一下美国股市接下来有可能会走跌吗 可以看到美国投资界现在压住标准普尔500指数会下跌 今年标普500已经上涨了12%的幅度 但是如果没有七大科技公司Big7的贡献 这个涨幅其实是一个负值的 另外大摩摩根士丹利也认为说 欧股在今年夏天可能会下跌一成左右的幅度 尤其欧元区的投资人信心指数 现在已经降到了一月以来的最低 另外纽约时报也报道说 现在投资人是继续在抛售入股的 那么最大的输家包括了京东跟海底捞 今年可以看到跌幅都超过了20%的一个幅度 那么野村的经济学家认为说 现在是呈现了一个复苏停滞的情况 接下来经济螺旋式下降的风险已经开始上升了 所以全球的经济衰退是不是真的已经是狼来了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谢陈燕 肥宜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李又年 肥宜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许峰路 肥宜好 大家好 理财专家有庭好 大家晚安 好 我们先请教陈燕了 我们看到美国从去年三月份开始升息 那么现在利率已经来到了16年的高点 原本市场都觉得说应该要经济衰退了 结果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生 对 我已经变放养的小孩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喊这个狼来了 已经很久了 狼一直没有出现 可是还好 经济学家大卫罗森伯格 给了我们一记强心孙说 狼在故事最后会出现 你们不要以为狼没有来 其实他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 可能很多人会一直觉得说 你们都在喊狼来了 不是不止我们 整个华尔街很多大型的经济学家 他其实都有在注意这件事情 但他提醒狼不会在一开始出现 狼一定是在故事最后 然后你整个松懈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绝对不会有狼的时候 他就出现了 所以他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 我们在根据所有的资料 所反映这个敲响衰退警报的这件事情 最后一定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为什么 我们提供两个资料 让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FIBER 我们简称FIBER好了 它是一个经济研究机构 它专门在收集各种经济数据 去做一个未来经济动向的一个预测 这个叫做Weekly Leading Index 它为什么叫Leading 因为它基本上可以领先市场 去判断景气的一个表现 我们先讲 以目前的一个位阶来讲非常的低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其实在2021年年中的时候 这个数字就已经开始大幅度的下降 反映其实从2021年下半年 一直到目前为止 确实经济增长的力道 确实是疲弱的 但是下降不代表衰退 可是我们看到目前这个数字的位置 既然已经接近2020年初 当时来的低点 可是我们仔细看这个指标 在2020年还没有疫情之前 其实它就已经反映了什么 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所以严格讲起来 真的疫情或许救了 整个美国的一个经济 因为疫情的关系大撒币 所以如果没有疫情 或许真的如他所预料 美国的经济会进入衰退 而现在这个数字 已经逼近当时的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就是美国短期国债的利差 美国短期国债的利差 当然在反映衰退风险的一个几率 我们从这个几率来看 我就特别提一个是 2000年科技泡沫化 还有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 如果以这两次来看 现在衰退几率的水平 其实已经高过那两次 所以为什么经济学家 大卫罗森伯格 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 他说狼会在故事最后跑出来 你不要故事看到后面 狼还没出来说故事讲完了 不是这个逻辑 那这个亿万富翁 对冲基金的老板 叫辛格 因为他们操作对冲基金 其实更重视的是景气的一个变化 他说衰退风险持续的攀升 对他们来讲 低回报的市场是不好操作的 所以他提醒大家 低回报的市场周期会延长 美国的经济面临一个 非单脚拉死 就是危险和混乱的时期 他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特别提醒大家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从各种经济数据上面的表现来看 还看不出这样 但是我们把细项拆开来看 第一个我们看五月份 ISM非制造业数据 好 看起来不错 50.3 好像还在用酷线以上 好 但是我提醒大家 它已经是近期来的一个低点 也就是说这个扩张的力道 已经在收缩 它是今年以来的最低 也就是说今年大家一直认为 景气不会衰退 对不对 可是我的ISM非制造业 而且我要特别强调 这是非制造业 因为今年大家一直认为 服务业的就业是非常的强劲的 但是这个数字调到今年来的一个最低 再提醒大家 好 包括商业活动生产指数 也降到了三年来的一个新低 新订单的部分也下来 所以是不是原本 今年一直靠服务业在撑 这个状态如果一旦转变了 也就是说你没有服务业的撑盘的时候 我们现在所看到连包括最近最新的就业数据 还是很亮眼的情况 会不会有所转变 所以这个IMF总裁 乔治艾瓦他特别提到 目前没有看到 银行信贷有明显放缓的迹象 可是不对 你们刚才不是讲说 这个景气已经有一些衰退 好 现在的问题来了 如果照IMF总裁所讲的银行信贷 没有明显放缓的迹象 请问联总会的升息循环 真的会转向吗 所以还有可能会继续升息 所以如果他的看法 被联总会主席所接受的话 那就继续维持高利率就好了 如果继续维持高利率 我们刚才所谈到的 这个每周领先指数也好 还有短期国债利差 所带来的衰退风险的几率也好 这个背后 不是就是现在的高利率吗 所以大家都一直认为说 只要快速降息 我们就会避免衰退的危机 这件事情 会不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数 所以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 这个的看法 原因在这 所以现阶段我相信 美国监管当局 他一定也看到了 为什么 因为话节日报特别讲 美国监管当局 现在提出了一个监管的改革 也就是大型银行资本要求 要提高20% 也就是说你的资本市值率 各方面你要提高 为什么 避免接下来如果真的产生 信贷放缓 或者是景气衰退 所可能导致的 整个资金流动的一个风险 他们要预做准备 所以借钱会变得更难 肯定更难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说美国当局也好 或是IMF也好 或是经济学院也好 到底有没有看到衰退的可能性 有 但是他不想告诉你 我是读这个故事 给小朋友整编故事的人 我不想告诉你狼来了 所以我中间讲故事讲了很久 但是最后结局就是有狼 但是我不想告诉你 会不会有这种景象 那这样高利率 到底还会持续多久时间 好 那这个点 大家可能原本都有 抱持着一个侥幸的心态 也就是说童话故事总是美好的 可是实际上 大家认为说 今年可能会降息 明年可能会降息 甚至六月不一定会升息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 著名的金融歷史学家 这个Jim Graham 他观察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整个利率变动的 一个周期 他说其实利率都是一个长周期 当比如说1920年到1946年 整体利率下降 所以这是一个下降周期 1946年到1981年 是整个是上升周期 1981到2021 又是一个下降周期 你有沒有發現 这个周期都相当的长 比如说这个长达26年 这个也超过 那这个时间也超过26年 也就是说三四十年的长周期 现在到底我们会面临的是 短暂的上升周期 然后接下来就持续进入下降周期 还是如他所言 下降周期 会不会就在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真的结束以后 我们未来将面临的是什么 长周期 什么叫长周期 就是长期的高利率周期 这个是著名的金融历史学家 所提出来的一个看法 所以你看 大家一直认为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 利率下降的一个周期 所以现在上来我们受不了 我们希望它赶快下降 让我回复到快乐的这个阶段 可是如果市场 我们刚才讲的状况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 信贷状况的问题 IMF讲这些 它还是维持一个高档利率震荡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长期的高利率周期 那这会产生一个叫做 长期的债券熊市 为什么 因为高利率当然债券的价格 就维持在低档做一个震荡 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 那呼应这个美银执行长讲的 我觉得有时候 他们虽然在不同的时间点 有一些comment跑出来 但是我们发现 他们似乎有共同的一个结论 或看法 为什么 美银执行长说 美债上线达成决议 真的市场松一口气 我们也帮大家松一口气 那股市也上来 可是问题是 不是好事 为什么 那你就讲清楚 为什么不是好事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你美债上线达成 你就没有衰退的问题 那没有衰退的问题 我就不用降息 那如果不用降息 我维持高利率 那我维持高利率 前往不会影响到 美国的消费力 对 肯定的 环环相扣 那如果消费力持续 开始往下掉的话 民间的投资 一定也会往下掉 那这个部分 会不会导致 所有上市会公司的获利 开始产生冲击 我们会觉得很讶异 就是说经济的一个状况 走到现在 整个S&P500上市公司的EPS 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原因很简单 我们谈过 就算我的消费力不变 我的物价上涨 我营收就跟着上升了 这是一个假象 所以一旦我的消费力 开始往下滑 他们所面对的 高昂的一个成本 一定会冲击到 S&P500企业的获利 所以你看摩根什坦利的策略 是特别表示 今年会下滑16%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不认为 这件事会发生 你知道吗 目前华尔街 摩根什坦利以外 确实大家普遍来讲 是乐观看待 今年整体 S&P500企业的获利 可是假如我们刚才讲 高通膨高成本的环境 又冲击到消费力的话 营收开始下滑 成本却没有降下来 一定会影响到 获利的一个情况 可是目前股价 并没有去反映 获利下滑这件事情 所以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所以他这里就讲 会为美股的涨势踩刹车 那当然这是一个 最悲观的看法 因为普遍我刚才讲 都是乐观的 但是基本上 他也提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建议 买进防疫类股 还有包括开发市场 投资等级的债券等等 其实也在提醒大家 就是说我们看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读童话故事 狼来了 没有 狼来了 没有 三次了 故事的最后 狼应该还是会出现 好 刚成言道 我们看到 现在美国通膨的问题 依旧是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 会冲击到美国的消费力 所以摩根士丹利 现在认为说 标普500企业获利 今年恐怕是会下跌 有16%的一个幅度 所以应该要买进的是 防御型的个股 防御型的个股提的 品号有可能会是苹果 不过苹果的话 我们特别看到 他在最新发表了 这个头戴式的虚拟实境 头戴装置之后 原本上涨的股价 忽然翻黑了 到底怎么回事 这很明显 如果是以股价来投票的话 大家对于这一次的 新品的态度 就比较明显了 其实如果你细看 它的几大特征 应该算是符合市场预期 但是苹果过去都会有 超乎市场预期的 那种服务产生 那几个冲击 第一个就是 这个比我们想象中 原本以为 他看到的Vision Pro 这个NR式头盔 可能是没有荧幕的 就是说 他可能是整个盖住 但这一次 他是完全做到了 虚拟实境的扩增 其实透明的 不过我刚才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我们在场的五位 可能只有匪鱼你可以戴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四个都戴眼镜 那要怎么戴上去 除非他有度数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比较高纲的 是他要外接式店员 所以你要这一个店员 外接式就很麻烦 那就有点麻烦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市场上 已经稍微投了票了 但我们可以了解到 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如何 它是绝对不会影响到 今年苹果的财报的 为什么 明年才开卖 而且它卖的售价 3499美元 超过10万台币 对 10万台币 你说到底有多少果粉 可以贡献这笔收入 所以我们待会会聊一下 你看苹果的营收来源 56%是iPhone 服务营收这几年 不断的提升到18% 18% 你说这个头盔式装置 它能够顺势的超越 iPad和Mac吗 我觉得难度是有一点高的 所以市场的想像空间 就没有如预期 当时所预期的 有所股价上的拉抬 但我们至少可以承认一件事情 就是股价 虽然昨天没有续拉 甚至产品出来之后 还回跌了一下 但是苹果股价 昨天盘中是创历史新高 对 和平友现在还是衰退周期 衰退周期当中 全球最大的全值股 还不是一只小股票 全球最大的全值股 苹果居然创下了 在2022年年初的高点 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必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它的新品 也没有这么亮丽 它的iOS生态系统 也不是极度亮丽的表现 为什么苹果股价 在过去一段时间 有显著的推升 而且我们很清楚 这一波科技股的拉抬 很明显是跟AI题材相关的 你说脸书Meta 或者像是徽达 Microsoft的OpenAI Google的Bar 都跟AI真的有联系 但是苹果在这一块又 它的头盔也跟AI 现在没有太大相关 苹果唯一相关的是Siri 可是Siri我们都很清楚 如果是确的GPT4的话 它大概就0.4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一波到底是什么原因 形成苹果买盘的增加 我更加相信的认为 是市场的避险资金 涌入到苹果当中 原因为何 因为AI的基期估值 已经推高太多 过去的微软Google 受到非常明显的AI题材 资金的流入 这段时间 苹果反而就空下来了 可是苹果在过去的财报当中 它是今年在几大全职股当中 来得最为稳健的 所以反而受到市场上的买盘 为什么说它是最稳健的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今年年初 大家应该还记得 虽然你不要看一下 股价创新高 今年年初科技业大财源 为什么大财源 就是过去的两年 我们看到各个全职股的 科技全职股的资本支出 大幅度的激增 我们看Amazon Amazon在过去几年 我们看R&D占整体营收的比例 大概占了14% 占了100亿 有14亿都拿去研发 阿巴贝的部分 也占了14% 脸书Meta就更多了 前几年为了要切进元宇宙 只有大笔的资本支出 微软大概13% 灰达大概27% 博通也有14% 可是我们细看一下苹果 苹果是全球最大的全职股 它仅仅才7% 这说明什么事情 苹果其实中长期的战略 它都是以组装作为基调 就是像马斯克一样 就针对现有的技术 来进行组装 它反而在资本支出 占总营收的比例 没有这么大 从绝对体量当然大 但是如果占它实体营收 比例没有这么多 所以你会观察到 你看Amazon也大裁员 阿发贝 Google也裁员 Meta也裁员 但是苹果今年没裁员 第二件事情 苹果并没有大幅的削减 今年的资本支出 这说明一件事情 苹果本身的财务体质不错 财务体质不错 如果今年你要选择那种 相对比较稳健 前方有经济衰退的隐忧 然后现在AI估值又这么高 银行业又随时会出事 这个时候市场 要针对股票资产 来进行防御性建仓 该买什么 就该买苹果 它是刚刚大摩所说的 防御型的个股 没错 所以它 你不要看它估值20几倍 它跟那些AI概念股 比较起来 算是偏低了 而且为什么 我刚才提到说 苹果因为它的财务体质 相对于稳健 今年相对而言 它拥有的现金就更多 拥有的现金更多 它可以做什么事情 实施库长股 来回购股票 你把在外流通股数给减少 股价就很顺势的推高了 所以苹果今年是实施多少金额 大概是900亿美元 这个是历史新高 现在大家手上 手头都很紧 资金都很稀缺 但是苹果手上 现金一堆 财务体质特别好 所以就顺势的进行库长股 然后把股价直接给推高 这个是我认为 苹果股价推升到 现在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说 因为它的新品 有多亮丽的表现 而是就目前而言 如果你想要 把一笔钱 放在股票市场 可是你又担心经济衰退 你又不敢投金融股 你又觉得AI估值过高 那苹果就是一个 相对好的选择 不过估值过高的股票 是不是真的要先停看停一下 没错 其实估值过高这件事情 我个人认为 可以稍微停 但是你不用完全的停下来 你要是看一下 目前的情绪 是否有显著的反转 你刚说固执过高 这是真的 今年科技股涨那么多 很明显都是集中在 科技全资股 我们细看图表 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把标普白指数 当中的七家公司 来做统整 像是Meta Amazon 苹果 微软 Google 特斯拉 挥达 这七家加起来 平均涨幅是高达五成三 你就持有这七长个股 平均涨幅就五成三 标普白指数 今年涨幅是一成一 好 现在问题来了 标普白指数是500家 市值最大的公司 如果你把这七家扣掉 剩下的493家 今年连涨都没涨 这说明真的所有的 涨幅科技全资 全部都是集中在一些 巨型科技巨头身上 所以可以肯定的第一件事情是 现在市场绝对不是充分乐观 完全乐观 完全追价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就只有 几只股票在涨而已 大多数 尤其是中小型股的投资人 他完全没有任何绩效的提升 我们以股票市场来做观察 今年以来YTD年初以来 总市场大概是6.8% 但是如果去除掉美国市场 仅仅剩下3.3% 大型股的部分 今年涨幅8.9% 小型股反而是衰退2.7% 为什么说现在市场上 还是半信半疑 你从比特币 跟纳斯达克股价的走势 就看得出来 黑色线是纳斯达克 最终的ETF QQQ 明显还在创高当中 但是我们观察 风险资产属性的比特币 比特币红色的部分 反而在下跌 那说明什么事情 到底来讲比特币 它是一种标准的风险偏好 它的波动性和它的方向 应该会领先于科技股 那怎么会出现 科技股瘋狂的上涨 但是没有人要玩比特币 风险资产 说明市场上投资这些科技股 不是因为风险偏好 不是因为想对赌 一个资本劣责的空间 是因为害怕 害怕经济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优先投入到这些科技股 科技全职股 那为什么不投资银行股 因为怕再出事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即便如此 到现在美国股市投行 都没有进行任何 标普白指数目标价的上调 你可以观察到 一直到上个礼拜 各大投行的标普白指数的目标价 你看现在标普白指数大概是4200点左右 你可以观察到 大部分有九成都低于4200点 瑞士现在预估400050点 高盛4000点 汇丰 花旗 摩根石坦力 大摩 瑞士 巴克莱 法国巴黎银行 基本上都位在4000点以下 就连最为乐观最为乐观 在美国的投行当中 是属于JP摩根 小摩 也才预估4200点 4200 现在已经达到了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目前投行的全面的悲观 加上市场上全面的悲观 市场的风险属性看起来 还有一点明显的保守偏好 在种种迹象底下看得出来 首先这波科技股的上涨 不是乐观堆起来的 是悲观 是害怕堆起来的 那这波悲观结束了吗 市场有停止害怕吗 没有 大家还在害怕当中 可是按照事实过去的证明 只要大家还在害怕 股价就有持续推升的动力 所以就有可能会持续上演嘎空的行情 好 刚刚停号也带我们看到 苹果在这一次推的新款的 虚拟实践的头戴装置 但是股价却翻黑了 拖累台股在今天 其实平盖股的表现 也是相对比较疲弱的 我们要请教永年哥 在台股的一个部分 在今天是再创一年的新高了 特别关注的是在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举行的股东会 其实董事长刘德林 他有释出好的讯息 他说是你看到部分的 中端市场的需求 已经逐渐回升 而且他认为已经准备好 要迎接明年开始 会有下一波很好的成长 是 没错 其实大家都很期待 今天的股东会 听听看刘德林 他们到底要讲什么 结果他们所讲出来的 其实比市场预期的 还要再好一些 当然他有讲说 今年稍微可能营收 可能会稍微的负成长 可是明年会很好 跟他之前的法说会 说的讲法 其实差不多雷同 就是说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 最坏的情况就在第二季 而且今年营少许副成长 其实也在大预期当中 本来就是 对 他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海外布局 海外布局 他说他已经派团队去 德国两三次了 最担心的人才供应 及劳工问题 大家还记不记得 十几年前有一家家事打去 并购西门子有没有 最后煞雨而归 为什么 就是因为劳工问题 没办法解决 所以你看 有前面一次经验 台积电他们是知道 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解决的 好 重点 最重要的重点在这里 我最关心的 其实是这件事情 就深层式的AI 深层式的AI 因为这个灰达这个股价 一爆发的时候 大家都在想说 这个好像 对台湾的供应链 好像没有什么帮助 其实深层式的AI 就是爆红的话 台积电的订单也是暴增 对 可是大家就会想说 它只占台积电 大概4%到5%的 比重还很小 对 营收的占比非常的低 所以大家想说 可能对台湾的供应链 没有什么帮助 可是大家去看 刘德英怎么说 他说因为深层式AI的需求攀升 让先进封装的需求 急剧上升 而且市场要的 远大于现在的产能 所以这个是比市场预期的 还要来得严重 对 还来得好 那么所以我们再看 接下来讲说 魏哲嘉也讲了 就是说 今年下半年 会比上半年要好 那么总而言之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我认为就在深层式的AI 所以现在台积电 要赶快增加产能 对 要赶快增加产能 所以这又表示他这个订单 AI的订单 还是相当大的比重的 那么至于说台积电的股价 今天拉尾盘 今天不简单 昨天才跌破五日线 大家想说这一下糟糕了 结果今天又拉回来 又站回来了 所以你要知道 台积电今天外资 又回头买了3100多张 所以5月16号开始 外资又一共买超21.1万张 这买超的张数非常的大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台积电 认为说他大概就走到这边 就结束了 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台积电接下来不错 台股上万七 应该是指日可待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那为什么说我觉得有机会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说要看到17200点 到17600点 这个区间的话 那么最慢最慢 在7月10号以前一定要看到 如果到7月10号还没看到的话 大概就没什么机会了 我现在在这边跟大家讲 那关键的时刻 一个是6月9号 一个是6月19号 这两个交易日 我们就要看 它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如果在那个时候 还能够继续往上冲的话 因为它是个时间转折点 它还能往上冲的话 但非常有机会看到17200到17600 那我认为至少 现在大家公认的16811点 这一个压力应该过得去 是 为什么过得去 因为大家看一下 过去这半个多月以来 这个三大法人 他的买超是非常恐怖的 怎么说呢 你看一下外资 今年一共买超3626亿 可是从5月16号 到今天为止 他们到5月16号之前 他才买超1444亿 结果5月16号之后 都在买 到今天 对 买超2185亿 意思是什么 他今年的所有的买超 60%以上 都是在5月16号以后买的 就比他前面五个半月 加起来买的还要多 那么自营商也是一样 自营商在5月16号之前 他是卖超的 5月16号开始 他大幅度买超766亿 为什么投信反而是 有点缩手了 投信他是这样子 就是别人 他之前买很多 你看他之前 之前买了744亿 所以拉起来以后 他就开始获利了解 这一点这个是 尤其是他委外代操的部分 他一定要这样子操作 所以我们这个加群指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加群指数 今天盘中的时候 已经到16793了 距离1681只差了18点而已 所以这差距离非常近了 这个其实轻轻一拉就过去了 可是我比较担心的是 明天可能还要稍微震荡整理一下 这个如果在6月9号之前 应该有机会 那么至于说 为什么我认为 我认为只要美国股市 还能维持强势 台股没有理由不挑战17000点 是不是 外资加质经常刚刚回来 不会马上走 你看他们才回来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对不对 他们会马上走吗 不太可能 然后个股 类股持续在轮动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大家看 今天这些比较中小型的股票 今天回档 可是台积电拉起来了 成盘 昨天台积电下来 可是中小型股又成盘 对 轮动很快 轮动很快 可是它可以维系人气 人气不至于溃散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盘 应该还有高点 不过这一次台股上涨 大家说归功于AI 那么AI的相关的概念股 接下来会怎么观察 我觉得应该还有高档 还是有高档 还有高点 对 这两天 这几天在休息 所以休息 可是大家看一下 因为灰达他自己本身 还在高档震荡 还没有露出败相 更重要的是 6月14号 AMD要推出新晶片了 那么AI概念股 那个时候 在那之前 有机会再起来一次 而且个股的量价也没有失控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底下是包括台积电概念股 以及AI概念股 当然他们是有重叠的部分 有的是比较偏向于台积电 有的是比较偏向于AI 就是同时是台积电概念股 也是AI概念股 对 没有错 那么像包括封策的 封策金元电 日月光 大家可以看 这些的股票 他们的营收其实不重要 重要在哪里 在于我们要看 今年的涨幅是多少 大家可以看 有的很恐怖 你看这个红硕 它涨幅130% 返北了 另外像是高速传输的翔硕 它涨幅73% 可是有些个股 它其实涨幅并不大 涨幅并不大 像我们看一下 像风测来讲的话 日月光 风测就涨幅比较小 对 日月光只有28% 为什么我要讲日月光 还有就是星云 红硕 为什么要讲这些 这些的股票 其实它有个重点 因为他们就是刚才 刘德寅讲的 Cowars的这一块 先进封装的 他们就做先进封装的 现在缺货 一直要他们扩大生产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星云来讲的话 其实这是月线图 它这边做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底部 再拉起来 而且它已经突破了 它原来的最大量的压力区 所以简单的讲 它现在创新高了 而且它突破了最大量区 这个变成大量换手 所以在长期来讲的话 它是偏向于 对技术面来讲 对它是比较有利的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档 日月光 日月光今年几乎都没有动 一直到三个交易之前 它才开始动 上个礼拜五它才开始动 所以它的涨幅是落后人家 它有补涨的空间 当然基本面 我们大概可以在这边 看一下就可以了 至于说星星来讲的话 因为它是做ABF载版 ABF载版 你可以看 这里它一个W底 已经出来了 虽然过去这两天 它的走势比较弱一点 可是ABF载版 除了有AI的概念题材之外 它明年看起来 拉货的量能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三档股票 我们投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好 刚刚勇年哥 但我们看到 就是AI相关的概念股 我接下来其实还是有行情 可以来期待的 的确现在全球掀起的 AI热炒 让辉达的执行长 黄仁勋的部分 现在也成为 国际的一个焦点 不过外媒 现在点名的是这一位 就是超委的执行长 苏兹峰 那么峰路 他说预期苏兹峰 会跟黄仁勋一样 那么他们其实都是 在台南出生的 不过他现在 有机会成为 夺走AI王冠的人 你觉得真的有可能吗 我想要夺走 黄仁勋AI王冠的几率 不会太高 但是可以跟着他一起 享受这一波 AI浪潮的兴起 我们讲 富士峰大家都知道 他台湾台南人 父亲他其实是数学家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有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 真的可以带领你的人生 走在时代的尖端 母亲其实他也是一个企业家 他比较跟一般投资人 一般的人不太一样 小女孩小时候都玩什么 他不是 他直接什么 拆玩具 直接把汽车玩具整个做拆解 所以他是属于一个很类似于 从小就受美式教育的人 我们到美国去 我们看他们的实验课在做什么 电话 教你的不是说电话打了怎么打 他直接给你打电话让你去拆 美国的教育就是这样 而且你看他爸妈也没有责备他 没有 可是他爸爸跟他说尽情拆 赶快尽量拆 如果我们给了小朋友一台手机 他把它直接拆开来 你可能会发疯對不對 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 整个学习过程 他其实后来也是就读到 麻省理工学院的 电器工程专业 所以他本身就是在理工上面 非常有兴趣 他的一个关键转质 让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是在2014年 53岁的舒之锋 他接下AMD的执行长 他知道其实在2015年之前 AMD几乎已经快要倒闭了 所以舒之锋去接 接手超微金奖的时候 其实当时超微的状况是很差的 非常差 还负债22亿美金 然后他那时候的股价只有2块钱 大家知道现在AMD的价格 大概是120元上下 这个是经营了将近9年的时间 股价他已经翻了几倍 翻了将近60倍 我们来看 他这里面有个最大的关键 也就是说他在AMD破棉的同时 他已经决定要同时发展新的 Zen的一个新晶片的架构 但其实他能够成功的 最大关键 这颗晶片他从过去由 他的子公司 过去从他公司分割出来 格罗芳德代工 改成给谁代工 台积电 台积电 台积电才是真正让AMD 能够登国的最动纳的关键 没有时间 刚有年哥有提到 他还有一个技术发表会 我们请千万要记得 当有这样子的发表会之前 你一定要提前卡位 昨天蘋果公布了所谓的头盔 结果今天所有的相关概念股 全部都怎么样 都压回 今天关税股票都压回 大家一想 一个头盔10万块 真的不容易 所以他短时间没有办法 像回答这样子 但是有回答概念股 也会有超微概念股 第一个当然 刚刚有年老师有讲到 翔硕这也是标准的AMD概念股 高速传输的概念 最近他有遇到一个倒霉事 好股票遇到什么倒霉事 你看涨多了之后 大摩就挑战他平等 他說PC库存只有上半年 下半年可能没那么好 上半年开始回补库存 下半年可能就平平 但其实他关键是在于说 AMD的新产品推出 他相关的产品里面 包括像chipset的这个产品 还有这样USB4.0 这些都会呈现一个大幅度的涨 因为新的平台出来之后 整理的高速传输相关的产品 都会大量的往上做推升 所以我认为说 他的营收现在其实已经在 4月 请大家注意 已经公布的是年增31% 股价现在其实回到基线不进 虽然说今年以来 涨幅看起来涨满多的 但不要忘了 今年千元的股票 已经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认为他在这里面 如果整理完成之后 投资委也可以开始做留意 而且下个星期就要发表会 提前卡会机会比较好 再来的话是最近 股票还是相对强势 也遇到倒霉式的加折 为什么遇到倒霉式 股票涨多了 就会有倒霉式 市场告诉投资人说 他这个CPU的插槽 因为现在GPU都没有在用插槽 所以AI伺服器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个观念是有点错误 因为GPU本来就不需要插槽 一般都探石在板卡上面 所以他当时落到一个利空 打到G线附近 但你看他整个趋势 结果还是向上 而且第一季EPS已经有多少 10.96元 第一季就赚一个股本 第一季就赚一个股本 他现在在千元股里面 算本益比相对低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AI概念股里面的创意 本益比已经超过40倍 50倍 然后你还有看到 我们跟大家讲的事情 那个本益比也是非常高 这个相对好像便宜比比较低 而且股价还在季线附近 再来就是 比较便宜的就是要板卡 焊逊其实是一个很飙的股票 大家都知道 他股性很活泼對不對 他在这里面 除了有AMD的GPU 因为上半年库存区画差不多了 下半年有新产品 这是机会 再来 现在马上又遇到了 中国大概现在加速解封之后 最近还有一个假期 他们有618的电商销售忘记 有故事 这个又是机会 再来就是他自己本身的植品 Sparkle 他重回到GPU市场 他也跟Intel的显卡做合作 他的第一季的盈利率 刚刚开始转正 像这种 他其实有类似一点 景气循环股的概念 当他最差的获利 已经在市场上呈现之后 反而在这里面 是长期股价的低点 我倒是认为 这商榜各股 投資朋友可以 在这个星期 当他们股价稍微 缩量整理的时候 都可以去做留意 然后在下个星期 正式发表之前 我认为都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好 刚封路弹 我们看到超伟在6月14号 会举行AI技术的这个发表 会在此之前 这个获取超伟相关的概念股 可以先做留意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关心的是 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 现在已经突破了两成了 那么现在河南省 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喊出动态清零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了解